许多人在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洗手间进行排便 这个日常行为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 但是人们对这个行为却有不同的态度和关注程度 有些人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有些人则显得不那么在意 甚至会忽略一些异常状况 关心细节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容易发现自己的排便异常 例如有时候会发现拉出来的大便前段呈现硬后段呈现软的状态 粪便作为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产物 其正常或异常状态能够很好地反映个人的身体状况 许多人在面对粪便时可能会感到恶心 因此往往忽略了自己的排便状态 然而如果自己的粪便出现了异常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特别是当排便过程中出现前硬后软的情况时 即前段的粪便比较硬 后段的粪便比较软 这可能预示着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这可能与四个潜在的问题有关 健康的粪便是什么样子的 形状 正常粪便应该是均匀而成型的 成细长或弯曲状 类似于香蕉或S型 这反映了肠道正常蠕动和排便的顺畅 颜色 健康的粪便颜色通常为棕色 但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化 取决于饮食和消化过程 例如吃了深色食物如蓝莓 或服用某些药物后 粪便可能呈现暗色 气味 正常粪便会有一定的气味 但不应该过于刺鼻 一般来说 饮食健康 消化良好的人的粪便味道 不会特别难闻 质地 健康的粪便应该是软 但不过于湿润 如果过于浅躁或过于吸水 可能表示消化系统有问题 排便频率 正常人的排便频率 因个体差异而异 但一般范围是每天一到三次 排便过于频繁或过于吸水 可能表示肠道有发炎或其他问题 拉出的大便前面硬 后面软 不必过于担心 正常的大便状态通常是软条状的 如果在排便时发现大便前段硬后段软 这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不需要过于担心 然而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可能会影响肠道健康 那么 大便前硬后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 如果平常饮水量较少 肠道内的水分就会被吸收到回肠 使得粪便中的水分较少 前端就会呈现出较硬的状态 这就会容易导致排便困难 对肠道健康造成影响 所以为了维持肠道健康 我们应该专注于补水 其次 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导致大便前硬后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时间存在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对肠道健康造成影响 如果在饮食方面偏好肉类食物 很少吃水果蔬菜以及粗粮食物 就会导致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进而影响到大便的状态 拉出的大便前面硬后面软 或与这四个原因有关 脾胃功能故障 水骨运化不全 厕所是五骨轮回之所 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我们身体与食物的消化和排泄过程 我们所摄入的食物经过脾胃的运化后 最终将以分辨的形式排出体外 而这个过程需要脾胃的正常功能才能实现 如果脾胃功能出现紊乱 那么生轻降灼的生理规律就会被破坏 导致身体的吸收和排泄机制失调 当脾胃功能不健康时 该吸收的营养成分可能无法被充分吸收 而该排泄的废物则无法正常排出 这些未能及时排出的废物会在肠道内停留过久 导致肠道内的水分被过度吸收 从而使大便变得前噪、硬结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会出现大便前端干硬 而后端却软黏的现象肠胃功能紊乱 在排便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粪便呈现出前硬后软的状态 可能会感受到排便困难或感觉粪便似乎并未完全排出体外 这种现象可能与胃肠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当肠胃功能存在不规律的情况时 可能会导致肠胃蠕动速度变慢 同时肠道俊从也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粪便的前端可能会因湿水而变得前噪硬结 从而形成前硬后软的状态 这种症状可以通过调理饮食来进行改善、上火 如果身体上火,就会导致大便前硬后软的情况 这是因为上火时 身体内的水分蒸发得更快 很容易引起大便干燥 同时,体内的火气也会让大便变得更加坚硬 在严重的情况下 大便可能会在体内停留很长时间 因为水分不足而变得非常前噪 这种情况在干燥的季节特别常见 很多人会有上火的现象 这时它们的大便会变得前硬后软 身体湿气严重 排便时遇到大便前硬后软的情况 往往与体内湿气过多有关 湿气是中医理论中的一种邪气 过量的湿气难以被人体代谢 就会导致大便在肠道内的状态发生变化 由于后面的大便吸收了过多的湿气 水分增加 就会变得相对较软且容易变形 而前面的大便由于形成时间较长 水分较少 就会比较前噪 对于湿气较重的人来说 大便在排便过程中经常容易粘在马桶上 给清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湿气重在中医领域通常与脾虚有关 需要通过调理脾胃功能和注意厨师来达到目的 如何改善大便前硬后软的问题 调整饮食 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如粗粮 蔬菜 水果等 可促进肠道蠕动有助于大便的顺畅排出 同时注意少吃油炸 辛辣 刺激的食物 补充水分 每日喝水量应达1500到2000毫升 有利于软化大便 增加肠蠕动 适当运动 运动可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 以及肠道蠕动 有助于改善排便问题 口服益生菌 如双旗杆菌 乳酸菌等 有助于恢复肠道 菌从平衡 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不要憋便 定时排便 使肠道内的便便能及时排出 经常便秘的人 常吃三种食物 助你排便通畅 一身轻松 红薯 红薯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粗粮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包括膳食纤维 这种食物摄入的话 可以达到润肠通便的效果 香蕉 香蕉不仅让人有饱腹感 它还能清肠热 吃香蕉可以改善便秘 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选择熟透的香蕉 因为青香蕉 很有可能会加重便秘 猕猴桃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水分 对缓解便秘 也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阅读延伸 这样的大便 预示着肠癌的来临 别再忽视 粪便一侧带有鲜血 如果在排出粪便的过程中 一侧带鲜血或附助鲜血 可能意味着肠道存在炎症或肿瘤 黑色或柏油样变 如果粪便呈现黑色或类似柏油的颜色 这可能是由于肠道出血引起的 而出血可能是由于肿瘤 或消化系统其他疾病导致的 大便变形 如果大便的形状发生改变 如变系 有棱角或有凹槽 这可能是由于肠道中的肿瘤 或其他物体压迫造成的 便秘与腹瘤交替出现 如果便秘和腹瘤交替出现 特别是在没有明显原因或长期持续的情况下 可能是肠道肿瘤的症状之一 大便次数明显增加 如果大便次数明显增多 但每次排出量很少 可能意味着肠道有炎症 感染或肿瘤 如果出现上述症状 建议及时就医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虽然这些症状可能与其他疾病有关 但肠癌的可能性需要认真考虑 早发现 早期治疗对于提高肠癌之预律 和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滑瓣